谢谢吴教授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在希腊与债权人达成第三轮纾困的初步协议后 标准普尔公司将希腊债性平等调高两极至CCC+. 希腊政府依据纾困协议所提出的更多改革方案 将于周三在国会表决 美国科技股财报利空不断 美股刀成工业指数周二先受IBM营收连13G下滑影响 收盘重挫超过180点 盘后苹果 微软等财报仍不如预期 拖累期货指数一度又下挫200点 外电报导 鸿海基在印度出货小米复可试后 正积极与印度电信商AirTel洽谈合作 未来渴望为AirTel生产自由品牌智慧手机产品 全面启动印度制造计划并在印度投资近200亿美元 不过鸿海发言体系对消息不予置评 金管会将邀请国泰金控等八大金控董事长 于本月30日与金管会主委在民宗面对面 检视亚洲杯一年半的成绩 且不排除在松榜国内外负责人坚忍规定 要求八大金控加速海外并购速度 新台台电视整理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国际金价创下5年来新低 分析指出周一上海就卖出约33吨黄金 是主要原因 加拿大议员表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元凶 最终将被绳之以法 更想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整点新闻